这是这个建筑旁边的一条主路 是我们这个岛上的一个主路 它就位于这个主路和一条小路的交叉口 在这个路口的位置 这边是一条小的路 然后看到尽头就是海 所以它离海边是很近的 离沙滩是很近的 然后这边是一到四户 那边是一到八户 整个建筑 然后从这边走进去 那么进来以后 左边是 左边是一个两居 右边是一个一居 就是那个两居 进来以后是客厅 它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三年半以前 翻新过的 就是墙啊 排水啊 什么 所有的东西 重建了 这是餐厅 然后所有的家具都是 往这边下来的 这边是一个 它们所有的都用的分体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现在很多地方还用窗机 就很落后 这是另外一个 它的后门 这边有一个后门 后门 过来 然后这边就是出去的门 就是后面那个小巷子 对我楼梯可以上去 一个前门一个后门 它们的 因为有一些学生在这儿住 所以呢 它的餐具啊 碗碟呀 都是留在这儿啊 都是随着这个 房屋一起出售的 这里呢是 洗衣机和风干机 每一套公寓也都是带着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储物间 然后对面呢 是它的 对面是它的一个地区 也可以看一下 EG的那个 然后 它的文献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这边是 现在这两户呢 是没有人住的 空着的 但是呢 刚才看的那个两区 明天就会有 有房客住进来 这个呢 是24号会有人住进来 不是24号 对24号 这也是 这也是个后门 一样的 到了这个后门 它们是相通的 这边呢 这边呢 是 也是一个 往里面走 往里面走 这是个EG 然后这是卧室 卧室 身体空调 遥控器 服务间 EG的洗手间 就是卫生间比较大 EG嘛 所以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结构 经纪人呢 跟我讲说 它的 每一个的屋矿都是一样的 都是三年半之前 承受的 所以 都像现在咱们 看到这两套 一样 是 这个新的 我们可以这个 楼梯走一下 这边是 这边是楼梯上来 楼梯上来以后 仍然 是 左右两区 左边是 两区 右边是一区 那 那边那个 楼门进来 也是 对称的 跟这个结构 是一样的 你看楼梯啊 扶手啊 什么都非常的新